所以这边的范例,特别是什么叫变数 就是当你第一次赋予什么值给它 这边就建立一个变数了 OK,那变数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 就是你把资料放进去嘛 以后你如果要用的话 再把那个变数拿来做后面 也许你要做计算 OK,你就可以直接放在后面做计算 然后前面如果还要再产生一个结果 要存放的话 你可以在前面再增加一个变数 那也就在程式里面 你可以产生这个无限多的变数 那不过你当然也不能产生一堆有的没的变数 那基本上你需要存放资料 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变数 那变数里面有一些重点 就是说可能你要知道 里面到底是放哪一种形态的资料 你不能乱放 如果乱放,比如说刚刚有提到 如果你要把两个资料串在一起的话 那一定要是两者的形态是一样的 有没有,加总冒号8 那这样的叙数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们如果把sum加起来的话 sum里面是放一个整数,就是8 那可是如果前面还要串什么呢? 串的话你可以怎么串? 你可以直接串在前面 串的方法就是 因为我要加总冒号 所以加总冒号一般写在双影号 然后串的话就加一个加号 前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总冒号 OK,所以我打一个中文 加总冒号 好,这样 理论上的话,当然 这样的写法 如果你在VBA写是合法 是可以正确被执行的 可是如果你写在Python的话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你会发现 第一个呢 它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 Non-UTF-8 Call 诶,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乱码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写的程式 是在Windows里面 那Windows里面的话 它是微软的环境 它用的 特别注意哦 它用的环境不是UTF-8 所以它跟你讲说 我现在用的那个环境不是UTF-8 那你如果要输出什么? 输出这几个字的话 会出现 这个内码它找不到 那怎么办? 最后你可能要做一个设定 这个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有给一个画面 修改编码方式为UTF-8 再输出 就会是正确 所以刚刚同学有测试 如果你要Print里面加一些 中文进去的话 会有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编码方式 不是UTF-8所赐 没想到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特别重要 Python本身 它的处理 是用UTF-8这种编码方式 但是微软不是 可是我们现在在Windows里面用 特别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用微软的Windows 假设你是在Mac上面开发 或者在Linux上面开发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OK 那始作俑者就是微软 你想说微软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因为它很大 你看Windows目前市占率 还有八成以上 我想说八成 那为什么 哪怕是全世界其他软体 公司都用UTF-8 它就是还是不要UTF-8 所以会造成什么问题? 第一个充码的问题 像刚刚那个问题 第二个 比如说资料交换 为什么我资料交换过去会乱吗? 主要原因也是微软的问题 微软它就是 比如你交换过去是UTF-8 它给你的不是UTF-8 那看到的结果 那就错误了 OK 那怎么改? 跟各位讲一下 改的方法也是一样 一 请你在那个什么 Windows里面找到Preference 跟刚刚一样 点下去 二的话呢 请你找到最上面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General这里 一般 OK 找到Workspace最下面 Workspace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来了 它的那个什么呢 General这边 那个Workspace 它的那个什么 Test File Encoding 就编码方式哦 它用的是微软自己的MS950 那我要怎么让它可以变成不要乱码 很简单哦 请你选择下方这边 Other 把它改成什么呢 UTF-8 这样子的话 以后 编码方式的错误呢 就不会出现 大概是这个啦 这个画面 我有把它截图到那个云栏白板上面 如果你怕设定 找不到功能的话 可以看一下云栏白板 按Apply Close 好这样的话 OK 不过 特别注意啊 因为我们刚刚输入加总冒号的时候 是在那个微软的那种MSO0下 所以你按OK之后的话 按Apply 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哦 怎么样呢 加总这两个字怎么样 变成乱码 为什么 因为刚刚是MS950的状态下输入的 那怎么办 没办法 重新输入吧 所以这边的话我一样 加总 这个时候输入的话呢 那就会是UTF-8 这个时候的话我就把它执行的话 按OK 好 接下来你会发现哦 诶 还是错 不过特别注意哦 错的地方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哦 请注意一下 学习看懂下方的错误讯息 也是学习Python的一部分 你特别说你不要说 你只会正确的状态 错误状态你找不到bug 你不会把bug抓出来 那当然等于你还是 算不上你会写Python OK 其实要会写Python 就是你错误发生的时候 你要马上知道 到底错在哪里 啊 其实看也看得出来嘛 那他说什么 关键的地方 请你看 那个冒后前面这个叫Type-L Type Type什么 刚刚讲的 资料形态嘛 形态错误 那为什么错呢 也就我刚刚强调的 因为呢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数字 诶 文字 只能跟文字加 数字 只能够跟数字加 如果两边不match的话 那他就没有办法帮你加了 OK 特别注意哦 所以哦 我们能做的事情 怎么样 就是把它转成一样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一个加总帽后 能不能把它转成数字 当然不行 所以只能转后面这个 也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加完的结果8 把它变成这样的8 诶 特别注意哦 前面的是数字8 后面的是文字的8 诶 哇 以前如果你没有接触程式员 很多同学没有这个观念 那没有这个观念哦 很多时候错误发生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在Excel里面常常会出现 Excel很多人搞不清楚数字跟文字的差异 所以会造成什么 你查询结果 诶 查出来哦 是为什么查不到 我明明看到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查不到 你看到一模一样 不表示他就是一样的 可能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数字 那一比较就不一样了 OK 那怎么办 怎么转 关键来的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转的话 请记得 在你指定的变数的外面 包一个什么呢 转型的函数 转型函数 如果你要转成字串文字的话 它的那个函数名称叫STR 那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里 S STR 外面呢 请你刮付起来 意思就是说 透过这个STR 这个函数 它就可以帮我把什么 把刚刚的那个数字8 转成文字8 那再跟加总冒号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刚刚的错误啊 会发生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发生 我们来试一下 要不OK 直接 加总冒号 把这样子呢 就大功告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 记得哦 把那个编码方式 有没有 改成UTF8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 这个原来是数字的部分 改成文字 再串接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练习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啊 那个 刚刚两个问题 主要未来还是会发生 像你们常遇到那种 这个程式产生的Data 奇怪怎么是乱码 比如塞到资料库 人家撈回你之后的结果 为什么乱码 或者什么ERP产生的 然后放在Windows 放Excel 也是乱码 或者是Excel的资料 丢到资料库 也是乱码 其实啊 以我的经验看 大部分 都跟那个微软有点关系 因为 现在目前感觉 大部分的资料库 或者是所有其他的 像云端的一些相关的 檔案操作 大部分都是用UTF8 目前好像就只有微软 他就跟人家不一样 他就是用他自己什么 MS950 OK 来处理资料 所以像有时候Excel的资料 汇出 奇怪 汇出之后怎么乱码 其实如果你不要乱码 很简单 你就把Excel 汇出的资料 先转成UTF8 再汇出到资料库 这个问题 乱码的问题 就不会再发生了 尤其像之前常遇到 像放在什么 放在Oracle 放在MySQL 现在怎么乱码 后来发现 你可以转UTF8 放进去 从此以后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 后来发现 好像问题都是出在微软 那你想说微软 为什么不跟人家一样 因为它很大 很大就不会跟人家一样 对不对 所以像现在最近发生疫情 可能美国它也是很大 它也不能跟别人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做的措施 所以还是会有点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转型部分 练习看看 很好 老师如果中间用扣号 就存在是一室之一 啊